亲爱的弟兄姐妹祝您平安 感谢神我们 有到了门徒训练的时间 我们今天 所要读的经文 是在 提摩带前书第五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六节 提摩带前书 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十六节 提摩带前书 第五章第一节 不苦言者老尼人 只要劝他如父亲 劝少尼人如弟兄 劝老尼妇女如同母亲 劝少尼妇女如同姐妹 总要清清洁洁的 要尊敬那真伪寡妇的 若寡妇有儿女 或有孙子孙女 必叫他们先在自己的家中 学着行孝 报答亲恩 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了 那独居无靠 真伪寡妇的是仰赖神 咒意不住的祈求祷告 但那好艳落的寡妇 真活着的时候 也是死的 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 叫他们无口指责 人若不看顾亲属 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 更是如此 寡妇既在册子上 必须年纪到六十岁 从来指着一个丈夫的妻子 又有行善的名声 就如养育儿女 期待远人 洗圣徒的脚 救济遭难的人 竭力行各样善事 至于年轻的寡妇 就可以辞他 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 违背基督的时候 就想要嫁人 他们被定罪 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怨 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惨 习惯懒惰 挨家咸游 不但是懒惰 又疏长道度 好管闲事 说些不当说的话 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 生养儿女 治理家务 不给敌人卢骂的把柄 因为已经有转去 因为已经有转去 谁从撒旦的 信主的妇女 若家中有寡妇 自己就当救济他们 不苦累着教会 好使教会能救济 那真无依靠的寡妇 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上个礼拜留下来的两个问题 那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 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 这是保罗对提摩泰提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 就是在自己应当谨慎 同时也要谨慎自己的教导 因为提摩泰不仅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相信耶稣的人 他同时也是做教导的人 所以如果一个教导出了问题 那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如果自己不谨慎 自己有问题 那只是影响自己一个人 但是如果教导出了问题 那那些相信他的人 听他这些教导 并且听从他教导的人 那就会跟着他一起遭殃 我想这是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保罗才在这里非常尊重的来提醒提摩泰 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 上个礼拜我们留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是谨慎的人吗 在哪些方面谨慎 感谢神 我相信在今天这个时代 也有一些人非常的谨慎 在教会里面 我们的确看到一些非常 这个生命非常成熟的一些属灵的前辈们 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谨小慎微 很多的小事上面都激进忠心 这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 但是事实上在生活的时机的里面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神家的傲女 并不是一个谨慎的人 并不是一个谨慎的人 随意的讲话 随意的批评论断 在行为上面 也是随心所欲 爱心信心 亲切上跟很多的时候根本就谈不上 所以谨慎自己 根本就不用讲 随着时代的变化 随着这个时代的恶化 人心的变得刚硬 在教导方面 你也会发现很多不谨慎的人 甚至很多明知是错误的东西 还是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做一些教导 甚至用他们的知识 用他们的那种 狡诈 然后从圣经中引出一些话 来证明他们错误的一些观点 这在今天的教会 你会看得非常的明显 就像当年 主义书在旷野的时候 受魔鬼试探的时候 魔鬼就把他带到旷野 在那里试探他 仍然是用圣经上的话 可是你会发现 那个魔鬼把圣经上的话歪曲了 所以用圣经上的话 希望来误导 希望来麻痹主耶稣基督 但是遗憾 让他感到非常遗憾的 可能是我们的作为主耶稣基督 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所以他非常有智慧 他识破了魔鬼的诡计 所以并没有中他的计 那么在今天的教会里面 很多的一些狡诈 魔鬼的仆人们 也用这样的方式在教会里面误导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 其实不仅是作为一个 传道人应当去谨慎自己的教导 同时作为一个信徒来说 我们也要去谨慎的听别人的教导 所以在这个《十足行传》里面 保罗就讲到一帮尼比亚人 他们是盛世明辩 所以对于所听的道 是非常的谨慎 不是那种盲目的相信 不是说只要这个人 好像是一个传道人的身份 有这样一个头衔 有这样一个帽子 然后马上就听 不是如此 他们天天在那里查考圣经 来验证保罗所讲的道 是对还是错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需要成为 这样一个谨慎的人 但是你也会发现在 今天这个时代 也有很多人的谨慎 但是他的谨慎不是放在 正面 很多时候是放在负面 很多魔鬼的仆人 魔鬼的用人 在教会里面做工 他们也会很谨慎 就是尽可能的掩盖 自己的诡诈 尽可能的掩盖自己的错误 在教会里面 我们发现很多很多 这样的一些事情 在信徒当中 也有很多一些 错误 一些罪的事情 非常谨慎 想办法去掩盖 拒不承认 其实这是谨慎 的这种态度 放出了地方 放出了地方 这些东西都需要 我们就悔改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的 第一个问题 我们简单的 做一些说明 然后第二个问题 我们讲到说 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 与得救有什么关系 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 与得救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想 由于时间关系 我想我还是 稍微简单的 谈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保罗在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 那里讲得非常的清楚 说你要谨慎 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横心 因为这样行 又能救自己 又能救听你的人 这句话 如果你单独的把它拿出来 我们今天在讲 这个问题的时候 没能多说什么 因为它来自于圣经 但是如果你单独的提到一些说 你要在什么地方 那么小心 让你能救自己 马上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 就会被一帮人定罪 你为靠行为得救 而不是靠 这个神的恩底得救 所以你就清楚的发现 今天这个时代 已经到了怎样的一种光景 所以他们把靠恩底得救 当成了好像去放纵私欲的这样的一种机会 所以他们为了说 要让好像在那里高举神的恩底 但是却把人的本分 却把人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忽略放在一边 所以以至于离教导都不敢这样去讲 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这里非常清楚的看到 在这里保罗没有任何的顾忌 他就非常清楚的提醒提木泰 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 他能救自己 也能救听他的人 这是我们在这里非常清楚看到的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 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 跟得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谨慎 如果我们不谨慎地活在主的里面 按照神的心意 生活 并且把从神而来的正理 能小心地谨慎地把它讲清楚 讲明白 真正能够劝导别人 让别人很清楚地知道 自己在世界上应该如何地行事为能 如何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服事 也知道自己在教会里面应当怎样行 如果我们的教导不能很清楚地 让人知道这些方面的内容 其实这个教导本身就存在着 很严重的问题 因此你会发现 保罗在这里并没有顾及到 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些事情 他就在这里非常清楚地提醒提木泰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行为 因为这关系要得救 这样行又能救自己 又能救听你的人 这里并不是说 保罗在那里否定 得救是神的恩底 因为得救本乎恩 本身就是保罗的 在圣经中 在以福祖书里面 写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非常肯定地说 得救本乎恩 不在乎行为 所以我们当然清楚 保罗在那里强调的是什么 那么我们同样也应该清楚 保罗在这里所说的 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 因为神有丰富的恩底 可是我们自己呢 并不去小心 然后我们也并不谨慎自己 也不让自己能够活在基督的里面 活在圣灵的掌控当中 然后按照自己的私欲 谁心属欲的 来过自己的生活 如果是作为一个教导者 又按照自己的 谁心属欲的 谁意的去讲一些东西 去误导别人 那这些事情 当然会影响到得救 当然会影响到得救 因为所做的这些事情 那并不能蒙神的纪念 并不能蒙得到神的肯定 所以在审判的日子 那究竟如何 我们不能确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 如果你真正的是一个感恩的人 真正你是 真的是仰望神恩底的人 那你一定是能够 一定是非常谨慎自己的言语行为 一定会谨慎自己的教导 来督方考证自己所教导的 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 你会非常小心的 你不会信口开河 你不会在那里 谁心属欲的做一些教导 因为这些事情 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特别是关于正理的一些问题 关于正理的一些问题 所以作为一个传道者来说 作为一个教导者来说 当然需要去谨慎自己的教导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 它有得救 有着很大的一个关系 按照以后所说第2章 那里所讲的得救本乎恩 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我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 所以你在这里非常清楚的看到 得救是神的恩典 那保罗在这里讲的恩典 是什么样的恩典呢 跟我们今天很多人的理解 有一些不同 因为在一副主书第2章 一开始他就讲到说 过去我们是说 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是神让我们活过来 而且那时是谁从今世的风术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 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 放纵露体的私欲 随着露体和心中的喜好 去行本为可怒之子 与和别人一样 这是讲到说 我们这些人在过去 跟别人一样 然后他就讲到说 在第4节讲到说 人而神既有丰富的灵敏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必叫我们又嫉妒一同活过来 他又叫我们又嫉妒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底 就是他在嫉妒耶稣里 向我们所思的恩惠 洗明给后世代人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里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过去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是跟外邦人一样 但是今天这些人有没有变化 这些人一定有变化 这些变化那是神的恩底 那是神的恩底 那如果今天我们 我们的自己的言语行为 跟过去一样的话 那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根本就没有 活在得救的境界的里面 我们一个得救的人 他当然有一些外险 会借着生活显露出来 他的言语 他的行为 一定会发生彻底的一些改变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 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过去可能认为 这是对的事情就讲出来 但是应着我们在主的面前 领受了这样的恩底 领受了这个得救之道 所以我们的教导 我们的教训一定会有改变 因此你就会清楚的发现 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 跟得救有的非常 重大的一个关系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没办法展开来 谈这方面的一些事情 那很快我们会进得到 今天所要分享的主题 那在今天一开始 我们读了提摩太前书第五章 第一节到十六节 那么我们在分享提摩太前书 就是来做这个门徒训练以来 这是我们第一次读圣经非常长的 十六节的经文 我们会清楚的发现一件事情 在提摩太前书前四章的里面 讲到了在神家 他作为教会的领袖 作为教会来说 他公读的方向 公读的目标 公读的原则 以及在教会里面应该有的一些 这个职份 这些东西都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到了第五章 他就开始谈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事情 非常具体的一些事情 那么我们在 我们在今天主读的五章一到十六节的里面 我想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个事情 就是从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讲到了一个原则 就是不苦原则老年人 只要劝他如同父亲 劝少年人如同弟兄 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 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 总要亲情节节 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一个 作为教会的领袖的题目态 保罗提醒他 要按照这样的原则 与教会里面的这些老年人 少年人 老年妇女 少年妇女 这些相处的 该有的这样一个态度 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然后到第三节 一直到第十六节 他一直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在关于教会中的寡妇 关于儒乎处理 教会中寡妇的 这样 这个 关于他们的救济方面的 一些事情 所以他从第三节一直到十六节 那十四节的经文 都在讲这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今天也为这一度经文 设立一个主题 就是在教会中的事物处理的原则 我们看 透过这个十几节经文 看到一个 要看到一个重要的原则 那么我们 首先 我们会 越过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们直接从 五章第三节那里 来看 保罗所讲的 关于寡妇的问题 那我相信我们 所有的人 对于寡妇 这个 这个 这个词 或者说这个身份 我们都会有清楚的认定 比如说这一个一个夫妻 丈夫死了 妻子留下来 那就成为寡妇 一个人寡居 这是我们世界上 所有的人都认同的 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 一般对于寡妇来说 除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其实在 过去历史上 寡妇其实是一个非常 陆氏的这样一个群体 非常陆氏的一个群体 所以这些群体 当然需要一些照顾 但是我们会发现 我们一提到寡妇的时候 一般都 都觉得只要是死了丈夫的 这个女人 她就是寡妇 可是我们 在今天所读的经文的里面 你会发现 保罗把寡妇 分成了多少个类 多少类 而且她分得非常的细 非常的细 所以在第三节那里 我们会看到说 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她说要提醒提母 她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 那么言下之意 就告诉我们 事实上有很多的寡妇 她并不是真寡妇 事实上在生活的实际的里面 我们也看到 有很多的 失去丈夫的那些女人们 有人真的是住了 从丈夫去世 然后住了一辈子的寡妇 清清白白 那也有很多的 这个 妇女 这个丈夫去世之后 这个可能会改嫁 可能这些 有这样的一些选择 那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保罗在后来 我们也看到 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 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 她是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的 并且在新的家庭里面 深奥养女 治理家务 这是保罗愿意的 保罗希望的 所以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有一些寡妇 丈夫死了之后 她也没有去嫁人 然后继续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可是她的生活 并不是一个寡妇的那种生活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就是假寡妇 所以虽然丈夫死了 好像一个人寡居 但是可能 可能在生活实际的里面 虽然表面上是寡妇 丈夫不在 但事实上有很多的丈夫 比如说我们看到 耶稣曾经跟那个家男夫人 所讲 她说你有五个丈夫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有五个丈夫的女人 你说她是寡妇 甚至主耶稣说 现在你所有的 也并不是你的丈夫 所以你就知道说 在生活的实际的里面 即使是一个寡妇 但是在寡妇的里面 还是分真寡妇 或假寡妇 那保罗提醒说 作为真寡妇 这个提木泰 其实不仅提木泰 就作为教会的任何一个人 应该去尊重这些 真正为寡妇的人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原则 非常重要一个原则 然后保罗就开始讲说 如果寡妇有儿女 或者有孙子孙女 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 学着行孝 报答清安 因为这在神面前 是可悦纳的 这是保罗讲的 如果真的是寡妇 她家里有儿女的 或者有孙子孙女的 那又需要去教导他们 让他们在家中 学着行孝 来报答清安 因为一个寡妇 带大孩子不容易 所以这些孩子 应该去报答 这些寡居的这些母亲们 而且他讲到说 因为这是在神面前 是可蒙悦纳 可悦纳的 然后他讲到说 那独居无靠 正为寡妇的 就是那独居无靠 正为寡妇 那这些人是什么 是仰赖神 咒义的祈求祷告 然后他就讲到说 但那好艳乐的寡妇 正活着的时候 也是死了 所以他在那里 非常清楚的讲 那真正夺居无靠 正为寡妇的 他是仰赖神 遮义不住的 祈求祷告 遮义不住的 祈求祷告 但是另外 还有一些寡妇呢 就是那些 好艳乐的寡妇 就是喜欢享乐 喜欢享受 喜欢过那种 设意的生活 奢华的生活的 这些寡妇 你会发现 虽然他们丈夫死了 因为丈夫不在了 所以他们自由了 在那个时候 就会有 这些人就在外面 就会有乱七八糟的 这些事情 因为他们好艳乐 谁给他们好处 他就跟随好 所以 这是在今天这个时代 你也会看到 很多这样的一些人 或一些事 保禄说 这样的人呢 正活着的时候 也是死的 然后保禄说 对于这些人说 这些事 你要嘱咐他们 叫他们 无口指责 保禄 提醒提摩太太 要去指责 这些好艳乐的寡妇 因为正活着的时候 是死的 所以要嘱咐他们 叫他们无口指责 这是我们 从圣经中 就是这样一接一接下来 看下来 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然后到第八节 保禄继续讲说 若不看顾亲属 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 更是如此 那保禄在这里 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人如果不看顾亲属 就是违背正道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我不知道大家 在读多这句经文 有什么样的感受 因为在今天 这个时代的教会里面 你会发现 有很多的基督徒 甚至很多的传道人 牧师们 都会讲 当外邦人说 你在哪方面 做的什么不好 还不如我们的时候 这些基督徒 这些牧师们 就会去反扑 是的 我们虽然做的不好 但是呢 我们信耶稣了 我们可以享受永生 我们有 神会给我们恩底 神会赦明我们的罪 说我们虽然不好 但怎么样 我们还能得救 你们呢 你们虽然好 又能怎么样 你们不信神 你会发现这种 这种声音 在今天的教会里面 还是蛮普遍的 所以因此 在那里至高至大的 去藐视那些 那些外邦的人 对他们提出意见的人 可是你如果看 我们在这里所看的经文 说人若不看过清楚 就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也就是这些人 虽然信耶稣了 但是 做违背 做心意的 这些事情的时候 事实上这些人 就离外邦的人 离不信的人 都不如 这是圣经很肯定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 在今天这个时代的 教会的里面 有很多的基督徒 很多的方面 那不仅在看顾 亲属这一件事情 很多方面的事情 做的真的 很多时候不如外邦人 然后还在那里 理则气壮 还在那里 自高自大的说 我虽然做的不好 但是 有 耶稣基督 饱血 所以呢 我们有永生 我们还比你们强 我们的结局 还比你们好 事实上 你会发现 这种声音 这种想法的本身 跟我们今天 在这里所看到的经文 完全像违背 我想这是 在这里稍微有一些提醒 然后到第九节 圣经继续说 寡妇记在册子上 必须年纪到六十岁 从来制作一个丈夫的妻子 又有行善的名声 就是保罗讲到说 提醒提摩他一件事情 寡妇要记在册子上 就是能够记到册子上 那必须要有条件的 他讲到几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第一他必须是六十岁 第二他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 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 如果做两个丈夫的妻子 对不起 你过了六十岁 也不能上到册子上 那不仅如此 他还说又有行善的名声 就如养育儿女 行善名声是什么 他讲到一些具体的事情 这个行善的名声 第一他说比如说养育儿女 第二接待远人 第三讲到洗圣徒的脚 第四讲到救济遭难的人 然后说竭力行各样的善事 这就是所谓的行善的名声 大家的弟兄姐妹 那可能有人会问 作为一个真正寡妇 他本身就是非常弱势 然后他哪有力量去行善呢 哪有力量去做这么多的事情呢 你看又是养育儿女 又是急待远人 又是洗圣徒的脚 又是救济遭难的人 极力行各样的善事 请注意我们这里看到的是 极力行各样的善事 其实善事不在乎你行得多大 或者是多有名 而是你能够脚踏实地的 在生活的细极的里面 能够去住 尽力去住 所以关于 比如说圣经里面讲到 关于奉献 寡妇的两个小钱 跟财主的很多的钱 相比 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 反而蒙神纪念 反而更蒙神纪念 更被神认同 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 行善并不在于你的能力 而在于你师父有这样的心 因为神要的就是人的心 比如说养育儿女 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上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 光养儿女 却不育儿女 所以养育儿女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如此 所以养育儿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看这一位 这个寡妇 虽然丈夫不在 可是她还在养育自己的儿女 她尽她所能 尽可能的来养育自己的儿女 而且在这个同时 她还基待远人 比如说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一些基待远人的一些势力 比如说先知 以利亚 就有一个寡妇 就基待了以利亚 当时这个寡妇家里 因为 因为这个她的是寡妇嘛 所以家里条件肯定也不好嘛 所以当时 而且是有一些饥荒 干旱 多少年不下雨 所以当以利亚到她那里去的时候 她家里就剩了一点点的油 还一把面 然后准备是早点柴火 把这个面 做块饼吃了就死了 可是以利亚跟她说 你要把这个饼给我吃 然后这个寡妇就说 我就这么底东西了 你要吃好吧 我们就做出来 我们一起吃 吃完了死就死吧 所以你会发现 她宁愿去死 她也要去基待远人 所以不知不觉当中 她却接待了先知 事实上 我们看到 当她拿出来 拿出来的时候 那以利亚 因为以利亚的缘故 所以神就特别的 诗恩祝福她 当遍地遭到干旱 饥荒的时候 她家里的那个油和面 取之不尽 用之不完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 所以基待远人 他不在乎你有多大的能力 而在于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 这种 这种就是 无论怎样 我也去愿意去基待这样的一件事情 还有讲到洗圣徒的脚 然后 救济 遭 患难 遭难的人 事实上你会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 人在遭难的时候 那 救济他的人 不一定是条件非常好的人 往往就是那种 条件并不是很好 可是却有着爱心的这些人 所以对于这些寡妇 你会发现他有这些行善的名声 这是保罗在这里所例举的一些事例 然后到了第十一节 他就继续讲到说 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他 因为他们情欲发动 违背基督的时候 就想要嫁人 他们被定罪 是因废弃了当初所取的愿 并且他们又习惯 懒度 爱家 咸游 不但懒度 又说长道度 好管闲事 说些不当说的话 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 生儿育女 治理家务 不给敌人怒骂的把柄 保罗这里讲到了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的一些寡妇 就是讲到一些年轻的寡妇 在很年轻的时候 丈夫就去世 他在那里并没有要求 甚至 并没有要求这些人 一定要去守寡 不要嫁人 并没有这样的要求 甚至他还在那里劝 然后他讲到说 这些寡妇 因为 因为这些人觉得说自己守寡 好像 就是 特别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的里面 这是被人 尊重的 觉得是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事情 所以呢 这些寡妇 这些年轻的女子 失了丈夫之后 好像说都要做 都要做这个寡妇 守寡 但是事实上 因为他们年轻 所以当情欲发动的时候 他们自己也真的 讲说自己要去守寡 但是保罗是劝他们 还是要去嫁人 因为什么 因为年轻 所以当情欲发动的时候 然后看到合适的 他又想去嫁人 所以他们被定罪 那定罪的本身 不是因为他们嫁人被定罪 定罪的本身 是因为他们废弃了 就是一开始说 我不扎人 我要守寡 可是当碰到合适的 他们又要去嫁 这个被定罪 是因为他们什么 违背自己 所许的愿 违背自己所许的愿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其实透过这些经文 你也会看到 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的实际里面 不要轻易的去许愿 不要轻易的去说 我怎么怎么怎么做 其实这方面 我在过去的一些教导里面 经常会提到 特别是很多刚信主的 一些弟兄姐妹 或者说 喜欢用商业思维来看 来在神家 来看神家 来面对神的这些人 很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神啊 你让我 你治了我这个病 我这一辈子 怎么怎么怎么奉献给你 神啊 你又把这件事情答应我 我就怎么怎么怎么做 这是许愿 那按照圣经的原则 许愿你是要 许愿如果不还愿 那是会被定罪的 所以这些年轻的寡夫 他们被定罪的语音 是因为 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 并不是说 他们要再嫁人 这一件事情 我想这是我们需要 搞清楚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这些年轻的寡夫 有很多的时候呢 因为家里没有丈夫 然后这些人在一起 然后也养成一些 比较不好的一些习惯 所以习惯懒惰 挨家咸游 所以不但懒惰 又竖长道度 好管闲事 所以不当说的话 那这是 这个当然是非常 可恶的一些事情 保罗在这里 讲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保罗就讲出了 自己的一些处理 这方面事情的一些 意见和看法 所以他说 在第十四节 所以我愿意 年轻的寡夫嫁人 生养傲女 治理家务 不给敌人 鲁骂的拔面 因为已经有转去 随从撒旦的 信主的妇女 若家中有寡夫 自己就当救济她们 不苦累的教会 好使教会能救济 那真无依靠的寡夫 这是我们简单的 从第五章 第三节到十六节 这十几节经文 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梳理 那在这些实际的经文 实际的经文里面 我们会看到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一谈到寡夫的时候 就觉得说 这个人没有丈夫了 一个人寡居 就是寡夫 但是保罗不是 圣经不是这样 圣经是非常客观的 用尊重的事实 如果她是真正的寡夫 这些人应当尊重她 如果真正 如果她表面上是寡夫 事实上还有其他的一些男人 那这就不叫寡夫 那就是叫假的寡夫 那叫假寡夫 所以对于真假寡夫 她的处理是有不同的 在这十几节经文的里面 她重点在谈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十六节那里所讲的 就是教会要救济那真无依靠 会要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夫 那保罗 透过这十几节的经文 十几节的经文 来告诉提姆泰 如何来处理 在教会里面 一定会出现的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对于一个非常弱势的这样一个寡夫的这样一个群体 来如何来处理这些事情 如何来帮助这些寡夫 那今天在教会里面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信主 那对于教会 教会里面 很多的一些事情 那我相对来说 就是看的比较多的一些 比如说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 一般教会的处理 就是看这个人是不是寡夫 寡夫 基本上不会问太多 实际的一些情况 只要是寡夫 一年下来的 或者说 或者说是什么什么节日 然后 一看我们生活的这一个片 这个区域里面有多少寡夫 然后我们就每个寡夫给多少钱是这样 就很就很简单 很粗犯式的来处理这些事情 至于 那些寡夫究竟家里的条件如火 然后是真寡夫和假寡夫 那么很多教会根本就不会去顾问这些东西 然后就直接把一些钱就 按照人头 好像一人多少钱就这样去做 去救济这些寡夫 这是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所看到的 这些现象 但是事实上 保罗在提醒这位年轻的提母太 在教会里面 就是任何一个 就是 不要说是寡夫 就是任何一个 真正没有依靠的一些人 生活无意的这些人 那么我们当然需要去 救济 需要去救济 需要去帮助 但是这些帮助 也不是没有原则的 也不是没有原则的 那比如说 根据我的一些了解 比如说有一些教会 他们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看看自己生活的这个区域里面 有一些很多教会 连信主 不信主 他们都不问了 就是不信 也一样 信也一样 然后他们说 我们要记得这些好事 去感动那些人来信主 那么真的能不能感动 其实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会发现 保罗在这里 所讲到的这些真寡夫 假寡夫 他都是指的是 都是指的是教会内部的事情 他并没有说 要去救济 那个教会外面的那些寡夫们 这是我想在这里 特别提醒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为了解决 教会里面对于 救济寡夫这一件事情 他在这里花了这么长的篇幅 来讲这一件事情 那什么样的寡夫 才能得到救济呢 我们透过我们刚才所 看的这十季节经文 你会发现 保罗提到了几件事情 第一 就必须要是真寡夫 就是只做一个丈夫的 第一 必须是真寡夫 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 这样的人 那除了这一点之外 这个寡夫还必须要 达到六十岁 达到六十岁 也就是说 他的确这个人 这个寡夫是寡夫 但是呢 他才三十岁 或者四十岁 或者五十岁 不行 还不能去救济他 因为他年轻 然后他还要去 这个自己来供应自己 所以他要达到六十岁 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这些寡夫还需要有一个行善的名声 行善的名声 然后保罗具体讲到 这个行善的名声 具体的一些事情 他提到 比如说养育自己的儿女儿 我的基带远人 洗圣徒的脚 救济遭难的人 竭力行各样的善事 这样的寡夫 那保罗讲到说 这样的寡夫 是需要去救济的 是需要去救济的 那同时他也在这里提醒 一件事情 即使是真寡夫 即使是真寡夫 如果他家里有儿女 或者有孙子 或者有孙女 那对不起 这时候还不能去救济这样的寡夫 即使他达到六十岁 也不可以 因为 你必须要去 按照圣经的教导 要教导他这些家中的儿子 或者女儿 或者孙子 或者孙女 让他们在家中什么 学着去行孝 学着去报答清安 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 这是让这寡夫的后代们 有机会在神的面前蒙福 这是我们在这里 非常清楚看到的一件事情 非常清楚看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 即使是真寡夫 如果家中有人 那不仅如此 除了家中有儿女 或者说有孙子 孙女 另外还有一种 比如说有信主的妇女 若家中有寡夫 比如说 一个弟兄 或者说一个姐妹 家中 有一个寡夫 跟自己家里 有一些亲戚关系 或者是比较近的 兄弟 兄弟家的兄弟去世了 兄弟的妻子可能寡居了 那这样 保卢仍然是鼓励 这些信主的这些妇女 去救济他们 就是这些信主的人 因为这些寡夫 跟自己有一些亲属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一个亲戚关系在这里 所以保卢仍然是希望 这些信主的这些妇女 能够在家中学着去照顾 家中的 有的这些寡夫 然后自己也应当去救济这些人 还不要累着教会 还不要累着教会 所以你会发现 即使是真寡夫 即使是六十岁了 即使有行善的名胜了 但是你还有两种情况 教会 不应该去救济他们 第一种情况是 家中有儿女 有孙子孙女的 因为有他直系的这些后代在 所以原则上是要这些人 在家中学着行校 这是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 那还有一种情况 保卢没有用肯定 没有用要求来说这件事情 就是讲到一些寡夫 他家里没有儿子 没有女儿 没有孙子孙女在 但是他可能有旁系的一些亲属 而且这些亲属又是信主的 那保罗就劝这些 旁系亲属的这些信主的人 去帮助这些寡夫 去救济这些寡夫 尽可能不要累着教会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硬性的条件 但是保罗在这里劝这些信主的妇女 去做这些方面的一些事情 那么除了这两种情况之外 就是真寡夫 六十岁 有行善的名圣 那这些人老了 没有依靠了 那教会应当去 究极那些真正无依靠的寡夫 这是保罗在这里 非常清楚的救的救济寡夫 这一件事情 让我们所看到的 那非常非常清楚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 你说他是教导也好 或者说你直接说 在讲说在处理教会事物的一些 具体事情这样的 具体的处理方法也好 这是保罗讲的非常非常清楚的 但是我们会发现在 现实的生活的里面 我们会发现在处理这些事情 事实上是有很多的一些难度 那么一会儿我们会去 讲这方面的一些事情 那除了这些寡夫之外 除了这些讲到六十岁以上的 这些寡夫之外 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 在教会的实际生活的里面 那也不一定飞到六十岁 丈夫才会死 那有很多的一些人 在年轻的时候 丈夫就去世了 所以对于年轻的寡夫 保罗提出来的处理的方法 和提出来的这个指导 的这种建议 他希望这些 这个年轻的寡夫们 希望这些年轻的寡夫们 这个这些人可以把他们辞掉 就是不要教会就养他们 就是因为他们情欲发动的时候 就是他们想寡居 但是教会还是尽量劝他们 就是一旦情欲发动的时候 他就会违背基督 然后就想要嫁人 然后这些人就会被定罪 那定罪的语音 那我们刚才也讲了 那不是因为他嫁人 那是因为他废弃了当初熟许的怨 而且这些年轻的寡夫 接在一起 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他们习惯了懒度 挨家咸游 不但懒度又说长道朵 好管闲事 所以对于这些寡夫 对于这些年轻的寡夫 保罗提出来的建议 是愿意这些年轻的寡夫嫁人 然后在新的家庭当中生傲养女 然后治理家务 然后不要给一些敌人怒骂的把柄 什么叫不给敌人怒骂的把柄呢 也就是说当教会中一些寡夫 真正为证住寡夫的这些人 其实你会发现在外邦人的世界里面 或者说敌对我们的这些人 或者说来自于仇敌的那些 或者受仇敌控制的那些外邦人 他们找不到路骂人的这些把柄 找不到路骂这些寡夫的把柄 因为人家做的就是很好 但是如果呢 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寡夫 然后表面上是寡夫 但是事实上也不知道有多少丈夫 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就会给仇敌带来这么 怒骂的机会 让敌人有了怒骂的机会 所以保罗希望 让这些年轻的寡夫去嫁人 然后减少给这些敌人 怒骂的这样的机会 减少给仇敌 给敌人怒骂的这样的一个把柄 就好像我们今天 我们刚才讲到说 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 有一些外邦人 来指责教会一些人 说你在这些事情上 做的怎么怎么怎么不好 你会发现教会里面的声音不是说 不是说在那里悔改 说我这件事情做的不好 然后给仇敌逮到了机会 给仇敌逮到机会 让神的名应着我受辱 然后我们在那里痛哭流泪 我们在那里悔改 我们在那里认罪 不是 你会发现那些人 对这些事情没感觉 甚至在那里说 怎么了 我虽然做的不好 但是我可以 我仍然可以得救 因为我信耶稣 事实上你会发现 他明明给了敌人 怒骂的把柄 给敌人怒骂的机会 然后他不去反思 不去悔改 反而在那里至高至大 很多的时候真的有时候 搞不懂这些人 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这跟平常 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听到的教导 有着很大的关系 我们真的需要去认识到 这些东西是错误的 这是我们当别人 在怒骂我们的时候 在指责我们的时候 而且人家说的 如果是事实的话 我们真的没有资格 在那里 我们真的没有理由 在那里还瞧不起别人 把别人的话当成废话 还在那里藐视别人 说你反正没信 你不得救 我反正得救了 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认罪 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给敌人 有了怒骂的把柄和机会 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我想这是我们 特别要去留意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要去小心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在给别人 给仇敌 给敌人这些 把怒骂 我们怒骂主 使主的民受羞辱的 这样击毁的时候 我们还在那里 不失悔改 还在那里自告自大的时候 他只会让神的民 进一步的受怒 使我们进一步的受亏损 所以我们需要去悔改 感恩的是 保罗对于这一件事情 他给出来的指导性意见 就是我们需要去 尽量的去回避这些问题 不给敌人怒骂的把柄 不给敌人怒骂的机会 这是我们在这里 非常清楚看到的 保罗针对寡妇这件事情 针对寡妇救济的这件事情 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 毫不含糊的指导性的意见 非常感恩的事情 保罗的教导 不像今天很多的时候 我们所听到的教导 你听过了好像没听 本来没听之前 还比较清楚 听过之后 就脑子一变空白 稀里糊涂 这是今天很多 那种事实而非教导 带来的这种现象 但是保罗所提出来的教导 就非常的清楚 他也不回背 自己的一些观点 他把自己的观点 都非常清楚的沉迷在 我们的面前 这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 但是接下来 我们需要去看一些 非常具体的一些事情 就是我们在 处理这些事物的 过程里面 事实上是有很多的挑战 事实上要面临着 很多的一些艰难 面临着很多一些艰难的 他的挑战 他的艰难的程度 我想很多的时候 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比如说我们 在生活的实际的里面 比如说 我们谈到 关于救济的这些问题 因为是救济嘛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 好像也不需要去 劳动 也不需要去做什么事 然后就有一笔 养生的这样的一个财富 到我们手上 作为一个 天然的人来说 作为一个没有被神 对付过的人来说 或者说作为一个 非常自私的人来说 他一定会想方设法 去争取拿到这一笔钱 这是一个事实 对于圣经在这里所讲的 那些假寡妇 你想 他为了 让自己过上一种 艳乐的生活 然后 明明是寡妇 却不守妇道 明明是寡妇 却在外面有这样的人 那样的人 也不去结婚 甚至 还不是一个两个 他为了满足 他艳乐的生活 他连脸都不要 所以当有这笔钱 说要救济寡妇 你说这些寡妇 会不会争取 他一定会想方设法 来搞这些钱 相反 你会发现 那些真正独居的 真正做寡妇的 而且去 接待远人 养育儿女 洗圣徒的脚 救济 遭患难的 这些真正的寡妇 往往对这些东西 反而不去重视 也不会去努力的争取 也不会去努力的争取 因此你会发现 我们如果当真实的在处理 按照以上我们所讲的 保罗所给出来的这些建议 圣经所给出来的这种 这种原则去处理的时候 你一定会发现 面临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挑战 就是那些假寡妇们 立即会跳出来 来侮辱你 来希望从你这里得到 他们想得到的所谓的救济 得到他们本来 他们不该得的这些救济 一定如此的 那不仅如此 我们也会看到 这些年轻的寡妇们 也会去想 因为他像这种哀家咸游 又懒度 而且是习惯懒度的 说长道赌的 好管闲事的 那这些人 他也一定会参与到其中 那么这就会给教会 具体处理这些事情的人 带来很大的一个困扰 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我想这如果在现实生活里面 你真的处理过这些事情 或者说你碰到过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清楚的知道 那些事情 这些事情的处理 是多么的艰难 他要面临的挑战 究竟有多大 那其实不仅如此 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讲的 那些信主的妇女 若家中有寡妇的 保罗是希望这些信主的妇女 自己去救济这些人 那如果这些信主的妇女 她的生命不够成熟 她不服从教会的指引 她也不愿意去来救济这些妇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些人也会出来 你为什么会找出种种的理由 然后来争取 这个所谓的救济 当你会发现 这些东西也无形 就给教会带来很大的一些挑战 那么作为教会的领袖 作为教会在具体处理 这些事物的这些 教会的这些管理者 他就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 这些事情甚至会给教会带来 用我们所看的所谓的那种分离 但事实上我不认为那叫分离 那只是有一个分别 就是真的假的好的不好的 就特古这些事情就显出来了 其实就在圣经来看 就在我们真正有属灵的洞察力的人来看 其实这是一件好事 最起码让我们看到 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的爱主的人 什么样的人是遵守教导的人 对于教导者来说 那就如果清楚的话 那就会在日后的教导的过程当中 反而就变得简单 但是一看的是在今天这个时代 因为这些挑战 所以呢 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一刀切 只要是寡妇 不管是真寡妇 不管是假寡妇 不管这个寡妇家里有没有儿女 不管这个寡妇家里的条件 情况如何 只要是寡妇 只要有救济 分一分 大家公平一样 其实这本身就不公平 那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 因此你会发现在处理这些事物的过程里面 在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事件的面前 在处理的时候 这些人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面临着巨大的一些挑战 这是一个很 一个有很大难度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在这里非常清楚的看到圣经所给出来的 关于处理这些事情的一个指导性意见 我们教会 我们这些管理者来说 我们就会面临一件事 一个选择 究竟是你顺从圣经教导的这一方面来做一个决定 还是扑于这些假寡妇 这些这个信主的妇女 那些生命不成熟的这些人的一些干扰 来屈服于他们 然后反而给那些真正的 那些无依靠的寡妇 减守以牺牲他们应该得的那些救济 来去满足那些假寡妇 满足那些 那些并不被神 也不应该得的那些人 让他们得着 那这是我们在处理这些具体事情的过程的里面 面临的挑战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选择 我们需要一个选择 那在这选择的过程的里面 那就要看我们是愿意屈服在 这些仇敌背后的 就是这些人 这些假寡妇 这些人背后的那个仇敌 那个魔鬼撒旦的这样的脚脑 还是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原则 按照圣经的原则 在处理这些事情 当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处理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就会给教会带来更多的 更美的一些祝福 一方面当我们这些 教会的领袖们去坚持 按照圣经的原则处理的时候 他会促使一些假寡妇们 要 就是尽可能的 会 让他们对自己的一些事情 错误的事情 在做错误的事情的时候 让他们心中有一个 有一个担心 就是这件事情 如果我这样做 那未来可能对我有一些影响 最起码他不会让那些假寡妇们 肆无忌惮 让他们毫不卑微 而且让他们非常放肆的来放纵自己 最起码能达到这方面的一个效果 同时也给那些信主的妇女 家中有寡妇的这些人 也促使他们 也会触动他们 让他们在家中 不仅是在教会里面学 所谓的整天嘴里面讲爱 也让他们真实的在家中 能够有安心的行为 这是对于这些假寡妇 对于这些 即使是真寡妇 但是家里有遨扭的这些人来说 会促使这些人 最起码在犯错的时候 有一个稍微有一点点的担心 同时也能够维持 那些真正做寡妇 并且能够有好的善行 有好的名声 也养育儿女 接待远人 洗圣徒的脚 这些真正寡妇 真正被神属纪念的 这些寡妇们 让他们的心中得安慰 让他们的心中 能够更加的感恩 所以当我们按照圣经原则 去做的时候 最起码能促成 所有的人 向正确的一面 向对的一面去靠拢 然后让所有的人 在恶的事情上去做的过程的里面 心中最起码有一个小小的担心 但是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原则 迫于这些挑战 迫于这些压力 就很简单的 很粗暴的 一道切 不管真寡妇 假寡妇 不管这个寡妇家里的 有没有好女 有没有这个后代 或者这些寡妇家里的条件 究竟如何 我们反正一样 事实上 这并不类于教会的发展 也不类于教会所有成员 在爱心 在信心的学习上 有长进 他不会带来一些长进 他会让人 反正就这样 就是稀里糊涂就这样 什么事情都搞不清 所以 我想我们应当去专行这样的原则 专行原则跟不须专行原则 它会带来两方面的古效 那我想这是我们必须非常清楚 看到的这些事情 和这些事情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作为具体处理这些事物的 教会的领袖们来说 当我们去选择 按照神的原则去处理事物的时候 我们这些人本身 也能够被神属肯定 我们也活在那种平安温土的里面 我们神会给我们 足够的勇气和能力 去面对这些挑战 但是我们如果不去面对这些挑战 然后就主动放弃的话 这本身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那也是没有长进 也是在侍奉 在服侍过程里面的一个失败 所以即使我们好像住了一辈子 教会的侍奉管理 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件事情 住在神的身上 这就有为与保罗在这里所说的 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在谨慎自己这件事情上就没做好 因为神把这个使命 神把这个任务托付给你去处理 然后你不与压力 然后不去好好的处理 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处理 所以这本身会给你自己 带来很大的一个亏损 带来一个很大的亏损 你并没有使那些真正爱主的人得安慰 也没有使那些真正 并不爱主 而且在主的面前 阳奉阴违的这些人 得到该有的那种 成 该有的那种就是 就不应该享受那种待遇 你让他享受了 其实这是一个对自己工作的一个实质 我想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认识到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透过保罗在这里所讲的 关于处理教会 关于寡妇 救济的这一个事情 你会发现 一件非常清楚的一个原则 就是神 以及神的家 就是神的 在神的心意的里面 他是不养贤人 不养懒人 不养贤人 他不养懒人 所以他不允许我们像不允许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那个躺平的那种心态 他需要我们更积极的 去学会去承担责任 去学会报答亲恩 学会去行效 学会做本分 但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受今天这个经济大潮的一些影响 我们这个利益至上 利益最大化的这些思想的一些影响 自我为中心的一些影响 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在那里 只讲自己的一些利益 为自己争取一些利益 然后基本上是不问是非 不问对错 所以比如说在生活的时机里面 我们会看到 比如说像很多这个 之前的十多年来 在全国各地有所谓的连租房 还有什么特价房 你会发现 这本来是为了穷人所预备的 但是事实上有很多的那些富人 反而打着了 真正的穷人也不一样 然后有很多人为了得到这些东西 然后去假暴自己的一些财产 隐谋自己的一些财产 把自己的房产 把自己的很多的这些东西 就转到别人的名下 然后自己去申报那些连租房 其实这种行为本身跟偷盗 没有什么两样 这些事情它本身就是羞辱主民的一件事情 但是遗憾的是 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做这些事情 不但没有认识到十一种处 很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还做见证 说感谢神 神祝福我 让我又拿了一套房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种事情只会让主的民受羞辱 当我们整天把心事放在这些事情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多的人就开始在神的家中 然后把神的道就改变了 把神的教导也改变了 把神的教训也改变了 所以保罗说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意思 特别是信主多年 甚至在教会里面做服事的一些 前辈们 一些弟兄姐妹们 需要去非常深刻的认识到这方面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会发现 在神的家中 神是不养闲人 神是不养懒人 同时神要要求人 要勇于承担责任 当父母为我们付出很多的时候 在家中学习行校 报答亲恩 这是所有做儿女 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你也会发现 有很多一些人 在自己做儿女的时候 不去行校 然后有一天自己的父母去世了 然后自己老了 然后就开始用笑这件事情 来要求自己的奥运 这些事情在教会里面 在基督徒当中也是有很多 事实上你会发现 当我们不勇于承担责任的时候 当我们用要求于要求别人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手给我们所看到的 可能并不能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所想要的那些东西 因为你所做的事情别人都看在眼里 所以我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个家庭 就是有一对夫妻 他们就是妻子是姓主 丈夫也姓主 但是妻子的时候 对他的婆婆就非常不好 公公也不好 婆婆也不好 然后根本就不闻不问 然后有一天他老的时候 然后他就跟他的媳妇 要他媳妇这样那样那样 然后他的媳妇就说 你看当年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 你对他怎么样 你对他怎么样 我们就对你怎么样 你再跟我多说也没有用 后来就是这对这个姐妹就整天在教会里面 天天就在那里哭啊 伤心难受啊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一个人的形象 已经坏到这种地步的时候 你要对方真的怎么样好起来 说实在话 也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只能在祷告中为他祷告 然后求生能够感动他的儿女们 能够安安安的对他好起来 但是事实上 那种关系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所以我想在这里特别清楚的 透过我们今天在这里所看到的这十几期经文 我们看到在处理教会事物当中的一些重要的原则 就是神神的原则是让人要学着行效报答亲恩承担责任 神的原则是不养贤人不养懒人 我想这是教会在处理具体事物的时候 也应当有的这样一个原则 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说 在有一些教会里面 因为那个时候的教会跟现在不同 那时候的教会的管理模式跟今天不同 今天我们每个人用每个人的工作 你不工作你就穷 你就没日子过 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反正就把体产什么都变卖了 都放到使徒的脚前那种房屋公用 然后在一起的时候 有人就不注视 都股就是在那专股管一些闲事 所以保罗提出说 对于这样的专股闲事的人 然后也不做工的人 你给他的饭吃都不可以 这是保罗非常清楚讲到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其实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一读也就过来了 但是你认真地去想一下 当保罗真的在教会里面 去执行这个东西的时候 对于那些 那些闲懒的人 在教会不租工的人 不给他饭吃的时候 这些人会那样的温柔的顺服吗 所以他一定会有反弹 所以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一定面临着很大的一些挑战 但是非常感恩的事情 是保罗有一颗勇敢的心 保罗有一颗坚持的心 保罗遵守一些原则 所以非常感恩的事情 在保罗所治理的一些教会的里面 保罗所他的所有的这些教导的里面 让我们看到非常积极的一些东西 所以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不仅在教会里面 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 事实上我们很多的时候 也应该在养育儿女的时候 也要让他们在小的时候 就让他们尽可能的养成 让他们勇于去承担责任 勇于去分享 去分担一些东西 让他在家中也不要养 把自己的儿女养成一个懒人 养成一个闲人 我想这是我们所有的教会的成员 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也应该去小心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在家中 把自己的儿女养成闲人 养成懒人 那么最终我们要维持承担后果 这个后果也只能我们自己去承担 所以我们透过今天 在今天关于救济寡福这一件事情 就看到在教会事务的处理当中的一些原则 这些原则第一 你会发现细化 它细化到具体的事情 它不是一股糟 反正搅一搅 反正一股糟就出来了 它细化到具体的事情 这是教会事务的处理 第二 你会发现在教会事务处理的 过程的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它是不养闲人 不养懒人 第三个原则 在教会事务的处理里面 要让人能够学习去承担责任 让人去超正确的 超正理的那个方向去努力 并且让这些人能够得到一些回报 让那些不在正理里面行 想在那里懒散 得好处的人 让他们得不着 这是教会处理事务的一些原则 我希望我们在 透过这一度圣经的学习 让我们在日后在处理教会 具体的一些事务过程的里面 能够有所得着 能够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让我们能够在处理具体的事情的里面 能够借着这些经文 能够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启发 真的愿神继续的来 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位 也愿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 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在处理教会具体事务的里面 能够学到更多的一些原则 那这是我们今天 透过救济增加广 透过这个救济寡夫的 这一个具体的事情 来看到的教会事务处理的原则 这是第一个方面 那么我们下一个礼拜 我们还会继续来谈 从教会的事务处理 从教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当中来看 教会事务处理的一些原则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 那最后我们把按照以前一直以来的惯例 今天所留下来的两个问题 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今天留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救济寡夫的事情 如何处理救济寡夫的事情 事实上这个问题 我们在今天的分享 一开始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谈到 那么如果我们再去好好的读圣经 我相信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能够回答 都能够回答出来 第二个问题是 你从这件事情当中看到什么样的属灵原则 就是你从这个救济寡夫 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当中 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原则 这是我们今天所留下来的第二个问题 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 最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 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的带领 谢谢你的同在 让我们再次安时来到你的面前 来领受祝你自己的话语 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 使徒保罗借着来处理救济寡夫 这一件具体的事情 来看到在教会当中 在处理事务过程里面 有一些原则 让我们可以学习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思考 好使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里面 在处理我们教会具体的一些事情的过程的里面 然后有更多的启发 有更多的得着 有更多的智慧 主啊 让我们在处理教会具体事务的过程的里面 能够仰望你 能够按照你的心意 按照你的原则去处理 并且使真正爱主 爱神的人 在透过这些事情能够得着安慰 对那些并不尊重你 也不守自己本分的那些 闲掌人等 让他们不要想从神家得到任何好处 我想 主啊 真的求你让我们在带领教会过程的里面 能够清楚的认识到这一方面 主啊 也求你让我们在你的家中 能够成为一个中心和有良善的管家 来管理好主你自己的教会 主啊 我们也知道教会原本是你的身体 教会是你用重价 所买书回来的这些人 所组成的属灵的团契 是你的身体 是你的家 你是这个家的主人 主啊 我们相信在任何一个时间的里面 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段的里面 你都是教会的主 你都是教会的头 你都是教会的真正的唯一的牧者 主啊 真的 因此我们仰望你 求你的灵继续的光照我们 让我们学习 在教会当中 在你的面前尽忠 谢谢主 我们来祷告 封住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